我说万家二楼这边没有几块钱的T恤 很多人都说有 叫我去找找 那我今天就逛一下万家二楼 你们看一下这些像不像几块钱的 几块钱的话他们能不能批给你们 万家二楼这边大版小版的T恤都有 大版的T恤要比小版的T恤要贵 因为大版的用料要多 基本上的图案都是采用这种印花的 要么就是刺绣的 这种比较简单一点的这种工艺 复杂一点的工艺也有几家是有的 复杂一点的工艺这个价格是要贵很多的 看起来这边没有什么人 但是这边的档口声音不差的 因为现在大部分都是手单看了板之后 后面补单的话都是直接线上补单 也不用亲自来这边 短短小小的这些衣服有点像童装的 这样的款式每年到夏天的时候都是蛮流行的 是属于那种辣妹装 因为很多人他喜欢这样穿的 这样子穿再配一个高腰的裤子 会显得整个身材比例真的是有拉长的感觉 一般年轻的那些辣妹的话就喜欢穿这种短短的 尤其是露肚脐的 我经常在外面碰到很多女孩子这样穿 所以这些小小短短的衣服是有市场的 T恤夏天的颜色特别多 但是很多颜色他卖不了多少的只是一个陪秤的一个作用 T恤正常情况下的话夏天都是白色卖的多 有些人说我内里的话我就是不卖白色 我要卖一些其他的什么绿色红色啊 那可能你做的是精品的 如果走的是大众路线 白色呢肯定是要首选的 这个人群这么庞大对吧 选款的时候不要选自己喜欢的 因为你面对的人群都是不一样的 有高的有矮的有胖的有瘦的 有些人他不喜欢这个颜色 有些人他又喜欢那个风格 每个人的品味都是不一样的 你可能觉得这个款式不好看 但是往往这样的款式拿回去说不定 会有不一样的效果 选款要用一种很欣赏的眼光去选衣服 因为衣服都会有缺点的 就比如棉的你觉得它很稀罕 但是夏天的那个棉它也是容易皱 你如果说老拎着这个棉的会皱 那你这样子就不用拿衣服了 还有雪纺的 夏天的话真的是比较顺滑 它是不容易皱 但是雪纺的有一个通病就是很容易透 如果你老盯着透的话 那这个雪纺的料子也根本不用拿的 还有其他的那些衣服 每个衣服都会有缺点的 如果你只看到那个缺点 你不看这个衣服的优点 你根本选不到衣服 批发市场这边没有说是全是美的衣服 这几天市场这边生意很好 有人说生意不好 有人说生意差 但是总体来说还行嘛 今年的衣服贵就是真的 很多衣服比去年贵了很多 而且还要排单还没有货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